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书九部落吉他,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吉他的那些事儿。 今天咱们来分享一个小的技巧,就是通过AE系统来快速的识别横指的大小三和弦的名。 首先咱们先看看,说一下AE系统,AE系统一共是四个和弦,不是E和弦,EM和弦,A和弦和AM和弦。 首先咱们应该知道这四个和弦的根音都是什么,E和弦的根音在第六弦,EM也是六弦,要记住啊,然后A的根音第五弦,然后AM的和弦呢,AM和弦的根音也是第五弦,也就是E系,E系不论是大小三和弦,它的根音都是在第六弦。 AM和AA系,它的根音都是在第五弦,然后随便按一个这个横指啊,就是大小三和弦的横指,比如,大家看横指打在了第三弦,然后呢,你就重点看,你的左手除了横指之外,另外三个手指按的是一个什么指形。 大家一看这个按的是E指形,按的是E指形,那么刚才说了,E和EM的根音在第六弦,那你就要找根音第六弦,这是什么音? 正好六弦三品,是So的音,也就是G,那同时呢,这个三个手指,除了横指之外,三个手指按的是一个E指形,是一个大三和弦,那后边就不要加M,所以就是G和弦。 啊,因为,就是说,第一下先看,第一步先看,其他三个手指,或者是,就是非横,非横,非横按指的那其他三个手指指形,如果是大三和弦的指形,那么,你横指按完了,也是大三和弦。 那,再看横指,再看这个和弦,你这个,这个,这个,这个指形的根音,比如这是E,它的根音在第六弦,那么就找到横指按的那个第六弦的,那个音是什么,它就这是这个和弦,比如按的六弦三品,是G,那么,同时,这个和弦就是一个大三和弦,那么这个和弦就是G和弦。 啊,再来,比如,这个和弦,大家看,第一步,除了横指之外,另外两个小指,按的是什么,按的是一个EM指形,说了EM的根音,也是在第六弦,啊,所以,这个横指按出来,也是一个小三和弦,啊,要带M,那,什么带M呢? 啊,因为刚才说了,这EM指形,看第六弦,根音看第六弦,所以六弦的第七,第六弦的第六弦,是升拉,也就是升A,所以这个和弦是升AM,啊,再举个例子,比如这个和弦,啊,一看,除了横指之外的三个手指,按的是AM, M,那就说,啊,他最终横指按完了,还是,小三和弦,带M的,那,什么带M呢? 刚才咱们说了,哎,这个三个手指,按出来是AM的指形,它的根音在第五弦,那就看你横指按的这个第五弦,横指按的这个第五弦,是什么音,啊,它是一个ready音,也就是D,那,D后边加一M,就是DM,啊,所有的大小三和弦的横按,随便,随便按,啊, 就是,无非就四种嘛,无非就四种嘛,你比如,咱们就拿第五品质来讲,啊,A,A和弦,是吧,这是A和弦,然后是,AM和弦,然后是,D和弦,DM和弦,啊,大小三和弦的这四种的基本的指形,啊,它是怎么来的,就是,EM要看六弦,啊,根音,然后,AM要看五弦,你就能快速的识别出, 这是一个什么和弦,看别人弹那些大,大横按的时候,不要,不要蒙,啊,这个和弦,嗯,很清晰的就能捋出来到底是什么和弦名,啊,好的,今天就到这里,啊,算是一个小的技巧吧,也许大家可能还有更好的办法,啊,大家都可以互相分享一下,好的,今天就到这里,拜拜。